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96x聊球平台的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李herry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今日课题 有就是关于这一个 Royd Hodgson即将要出山拯救黄蜂 好吧 这个赛季Wofford已经炒掉了两个主帅 这会是我们第三个主帅 之前我们就知道这个 Cisco Munoz已经是被 Wofford在赛季出的时候就炒掉鱿鱼了 然后这个 Claudio Ranieri走马上任过后 没有多久也被这个Wofford炒了鱿鱿 这一次 这一个赛季Wofford的第三个主帅 Royd Hodgson老而迷奸 还是爱莫能住 Royd Hodgson这一次再度出山的情况底下的话 他能否拯救这一个Wofford 让他们免于降级的这个命运呢 让我们知道的一点就是啊 这个赛季Royd Hodgson初三 再度出任这个银巢主帅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会进一步的刷新银巢史上最老主帅的这个年龄啊 上个赛季74岁的高龄从这个水晶公的这个衰位退了下来过后 这个赛季才在这个没有工作边缘呆了六个月 政党每个人都觉得说 哇Royd Hodgson应该是退休了 都74岁了 这个时候Wofford选择给他了一个全新的工作 只会让他回到银巢赛场上去做指教的这个动作啦 这一次的话Royd Hodgson到底是老儿迷奸还是爱莫能住啊 Wofford这个赛季的第三个主帅的 有没有办法打救他们 让他们免于这一个降级的命运呢 我个人的想法是啊 没有错 Royd Hodgson确实是老儿迷奸 他可以讲是全英朝最有经验的这个主帅的 可是同时间来讲的话 我也觉得他有点爱莫能住啊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他过去十场比赛 最后十场比赛在英朝的指教的这个呃 记录吧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上个赛季Royd Hodgson就是这个水晶公的主帅啊 他在水晶公最后十场比赛 只拿下了三场胜利 一场合局还有六场败仗啊 最后一场在这一个英朝拿下的胜利 要回到去年的5月16号 在这个主场三比二拿下安森比拉 紧接着就连续找一道阿森纳跟Liverpool的 这个连败跟连杀 然后当然我们也看到他们上个赛季 在最后十场比赛里面来讲的话 Crystal Palace的这个成绩并不是特别好 不然别是惨败给了这个Chelsea 输给了这个Lexter City 然后又输给了曼城啊 然后当然他们也是有拿下降级咬的 Chefie United 可是到课场的比赛时候又是输给的这个Soul Hunter 所以对这个Royd Hodgson来讲呢 我只能讲在过去的这几 这十场比赛 他直交英超的最后十场比赛来讲的话 已经看得出说 哇 他好像有一点点能力上见着 可是同时这样来讲 你又可以去理解说 最后十场成绩 那么难看 一部分是因为对上的是Lexter啊 对上的是Liverpool啊 曼城啊 Chelsea啊 然后阿森纳 这几只算是抢队的啦 上个赛季 他还是有勉勉强强帮这个水击工 拿到联赛第14名的这个排名啊 不过上个赛季 拿到联赛第14名的这个排名来讲的话 也并不是说完完全全去 遮盖掉他的一些瑕疵啊 上个赛季 Chelsea是英潮倒数第三插进的这个防守线 整个赛季38场英潮 一共掉了66球啊 英潮倒数第三 倒数第三 这个防守的球队 所以看得出来说 Royhorsen的球队在防守短上 始终是一个软肋啊 而且对于Royhorsen这一次来讲话 去掉Wofford 那么恰恰Wofford的后防线 就是那么的经不起这个考验啊 这个赛季 Claudio Riani上位过后 试图曾经让这个Wofford打这种快速的防守反击 要做好防守为基础 然后快速把球送到前场 找这个Ismailis 找这个Denis 可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说 往往这个Wofford的后防线 始终就是没有办法承受出对方的这个 亚迫攻击的情况底下 屡屡的失守 拼拼拼的失守让这个Raneri的战术打不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说Raneri也只能摸摸壁纸 找到这个Wofford的解雇 所以这个Wofford当务之机应该要找主帅是一个能够帮他们的这个后防止水 止血的这个主帅 可是你问我说Royhorsen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主帅 我个人是觉得说他并不是这样子的主帅 所以我三个月半前就已经讲 当时候这个Wofford请Cradio Ranieri的时候就讲 Raneri并不是一个适合打宝极大战的这个主帅 然后这一次他们在前来Royhorsen的话 我个人是想法是没有错 Royhorsen是很适合打这种宝极大战的球队 他长年以来在银操多数直角球队都是属于中下游球队 可是你要他赛季半城去接这样子的这个Wofford的话 我还是有自己的疑虑担心说 哇他是否是有一点算是跟不上现代足球的这个脚步了 他是否能够能够去在半城的时间里面去扭转下Wofford的命运 去拯救打救下Wofford呢 这一点我是比较怀疑的啦 主要的东西就是说上个赛季 他带Crystal Palace 38场联赛掉了66球 以一个防守球队或者说一个保级的要打保级大战球队来讲的话 他们首先首当其上要做东西就是必须要确保后防不死球 Royhorsen有没有这个能耐 我个人是打三个问号 我并不觉得说防守短向Royhorsen的球队可以多么的出色啦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Royhorsen过去的这一个几个工作的经验 都可以看到只有英格兰的比赛里面胜率是过五成的 我们就不看那一个2013年8月13到那一场比赛 英格兰21岁以下的这个球队比赛 他只带队打了一场就赢了一场 所以就是100%胜率 我们不看那一场的话 他最漂亮的胜机就是2012年5月14日到2016年6月27日 直交英格兰国家队的这个战绩856场比赛里面拿下33场胜利 15场的合局8场的败战高达58.9%的胜利 可是你也知道他在英格兰是怎样子结束的 英格兰在2014世界北年小组赛都没有办法突围出去 然后这一个2016的欧锦赛更是遭遇到了病倒的持路性的淘汰 让英格兰的国家足球队一度是陷入到了一个很黑暗的时期啊 所以即使他在英格兰国家队有58.9%的胜利的话 可是你看一看他带英格兰打的几个大赛的成绩就可以知道说 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失败的这一个直交经验了 在直交英格兰国家队之前话 他当然也是直交过这个 呃 westbrom westbrom which lb 西布隆西布朗 在这个2011年 2月14日情人节到这一个2012年隔年的5月14日的54场比赛里面影响20场比赛 替合了13场比赛输掉21场比赛只有37.837.0%的这个胜利 这就是37%的胜利啊 在那之前 Liverpool是可以讲他直交生涯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份工作了 在2010年7月1号的时候直交Liverpool 可是到隔年的1月8号就已经被招到结果 带领Liverpool打31场比赛 赢了13场 替合了9场输掉9场 41.9%的这个胜利是他目前来讲的话 在营超最高最高的这个呃 直交球队的胜利了 在那之前的话 在Fullam的这个呃 战绩也只有39.1%的胜利 当然我们再看回他最后一份工作 Crystal Palace的话 从2017年的9月12号开始直交到去年赛季结束了 2021年5月23号的这个期间里面 带领Crystal Palace打了162场比赛 影响54场比赛 替合38场都是输掉了70场的比赛 胜率进一步的下跌到了33.3% 可以看得出 这一个Roy Hudson在这个营超的胜利 一直以来都是很难去突破四成的胜利的 所以这一次的话 他去到这一个Wofford有没有办法在半城的时候打去Wofford起来呢 我以他过去这几个赛季在Crystal Palace啊 在Westworld啊 在Fullam啊 甚至在Liverpool的营超之交经验来讲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难啊 因为在现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Wofford可能并不是需要说一定要每一场比较多影响 可是至少要确保不能再继续数球下去了 还是回到那一个呃观点 他有没有办法让Wofford的后方止血止水 不再轻易的掉球 Roy Hudson给我的感觉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主帅 所以我个人真是觉得说 这一次Wofford的高层选择Roy Hudson出山去拯救他们的这个宝极希望的话 或许他们觉得是一个老人迷奸的这个选项 可是我觉得Roy Hudson是爱莫能助 所以讲真的如果这个赛季结束之前 Wofford再度炒掉Roy Hudson请到第四个主帅的话 我也不会感到太大意外 不过就我个人的认知来觉得啦 Wofford确实是应该停止这么做了 你们不能每三个月四个月就炒一个主帅 这样子的话你们的更衣室里面的球员 每个球员对待新主帅的这个态度 对待主帅态度就说啊 他只是一个代班的 即使他是一个长期的主帅来讲都好 每个球员看到这个主帅都只会觉得他是代班 因为过去的这个十多年来讲的话 Wofford几乎真的是平均每三个月四个月 换一个换一个主帅 三个月四个月换一个主帅 这样子球员根本就不会知道说 哇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我们完全是算是处于那种群龙无首的这个状态 一直在换主帅 一直在换教练换来换去 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足球应该长什么样子 我们感觉上就只是为了要想尽办法留在营超 或者说回到营超 然后我们就做一些暂时性的创可贴的这个动作 如果这个动作失败了 我们炒掉这个主帅换行有人进来 然后又一个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踢球的风格去 你这样子一直换主帅的话 你找不到一个很明确的足球风格 所以我真是觉得说这一次的话 Royhorser你跟我讲 是不是一个长远的appointment 是不是一个长远的任命 我觉得不是 毕竟已经要75岁了 你不可能说你的球队的未来要交给一个75岁的老帅 去做这个创建吧 我只能觉得说这一次 Royhorser在Walford 我个人的想法啦 最多最多带到这个赛季结束 然后Walford搞不好又再换主帅了 这一次的话我是喜欢说 Walford请了Royhorser过后 至少给他带队带到这个赛季结束 到时候你们要换掉主帅也好 不管是降级还是保持都好的话 麻烦你们请一个比较有年轻 比较年轻的主帅 比较有想法的主帅 然后让他好好的去打理这支球队 不要再两三个月 三个月四个月又换一个主帅了 这样子对球队的这个长远的成长来讲 并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帮助 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不知道你们想法又是如何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 让我们知道你们觉得Royhorser这一次出三 能不能够拯救黄蜂 他是老而迷奸 还是爱莫能助呢 我个人想法的话 我觉得他是爱莫能助的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 让我们知道说你们觉得 Horser有没有办法拯救黄蜂 让他们免于这一个 印钞降级的命运 这是今天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先这样啦 拜拜